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施肥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三角梅在下季并不会休眠 我们可以给它来一点复合肥 一般半个月左右就需要给一次 像这么大的花盆的话 我们可以给个两克枣 然后就可以配合零甲肥了 促进它花芽的分化 这样能够让它更好更快的开花 修剪施肥之后 我们把盆栽三角梅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养活 夏天也不需要给它增盈处理 光照越强 三角梅能够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 生长了也就会越好 现在浇水 我们等盆涂表面干了 就可以给它浇透水了 等到它的侧子长出来之后 长丰满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配合控水 来促进这个三角梅开花 那控水的方法呢 小郑之前也都和大家分享过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一般控水在二十几天左右 它就能冒出花蕾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浇水了 今天呢 关于这个三角梅